大家好,我是阿玉 我们先来和面 准备18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1.5克酵母 然后往里面打入2个鸡蛋 鸡蛋去壳之后,中115克 然后用筷子 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拌匀之后,下手揉面 将它揉成一个软硬失踪的面团 然后收圆 盖上盖子 醒发半个小时左右 再准备一点葡萄干 加一点点清水 然后用手将它抓匀 加一点面粉 然后再抓一下 用面粉可以吸附掉葡萄干表面的灰层 然后加入清水 将它抓洗干净 多换两遍水 在水变轻微纸 控水 然后用剪刀将它剪成小块 然后再准备一勺的熟黑芝麻 案板上面撒一点干面粉 将饧好的面团拿出来 上面也撒一点干面粉 用擀面杖将它擀开 面团里面加的酵母 但是并没有让它完全发酵 只是可以增加口感 将它擀成一个长方形 表面少上一点干面粉 厚度大概是1.5毫米左右 然后将它折叠起来 用刀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将它打开 然后抖散 撒一下干面粉 防止粘连 准备一个平盘 将葡萄干撒在平盘底下 锅里烧油 插入筷子 立马猫泡泡 丢一小块面团 立马浮起 然后下入面条 用中火炸至 不一会儿面条立马浮上来 然后用筷子搅拌一下 炸至面条微微变颜色就可以了 差不多一分钟左右 然后用漏勺将它捞出来 全部炸好之后 锅里加入60克的白糖 60克的清水 加入120克的蜂蜜 家里有麦芽糖也可以用麦芽糖 然后用勺子顺着一个方向不停地搅拌 用小火加热 不一会儿锅里会出泡泡 然后能够感觉得到水汽已经在蒸发 用手沾上一点糖叶 像这样能够拉丝 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将炸好的面条倒进来 加入熟芝麻 快速地翻炒 让面条都裹满糖叶 这个速度一定要快 关火之后 立马将它倒进平盘里面 如果家里没有油脂的话 就刷上一层熟的薄油 用铲子按压 按压紧实一点 等一下切的时候才不会散掉 稍微放一下 还有一点温热的时候将它拿出来 用刀将它切成小块 这样我们的萨芹麻就做好了 做法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自己在家里做 好吃无添加 这种沙芹麻吃起来是酥酥软软的 一点都不硬 加了一点葡萄干 甜中带着一点酸 非常的香 快要过年了 可以在家里备上一点传统的小零食 感兴趣的朋友干净的试一下吧 感谢你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点赞转发加收藏 我是阿玉 拜拜